拳 封住他 根本就不会让他打出组合拳来 好多朋友在评论区说 你们根本不管对方的后手 后手拳一出就打晕你 但实际上恰巧相反 你的三体式站好了 你可以中断对方的组合拳进攻 例如当对方打连续直拳 你有混元装 拳 封住他 你根本就 根本就不会让他打出组合拳来 我们举个例子 当我们打前后手 很多人都害怕后手 再来 蹦 两拳 都害怕这个 但实际上他在打的时候 蹦 拍开 他上打 打后手拳 一下不就打中他的脸上了吗 真正实战的时候 当对方打前拳 蹦 封住他的后手 拉开 蹦 蹦 蹦 就打上去了 你根本就不会让他打出组合拳来 加微信 实用形一拼音 学习旁超老师课程 所以传统武术的思维 其实你站好了装 站好了混元装 你和现在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慢动作示范 对方打拳 蹦 隔住 对吧 他想打后手拳的打得出来吗 你本身给他封住 拉开头撞 用手去打 用头去打 所以就很轻松的 把他的组合拳会给他中断掉